就是北市之前有說要編28億來買第三劑的疫苗 不過有議員質疑即使是給錢也是買不到 可能會淪為政治操作或是炒話題 那衛生局長黃世傑也有表示說好像有點這樣的異味 然後市長也說這個買疫苗的錢是預防性的預算 不過呢這個主計處的這個鄭瑞成處長是說 沒有這個名詞 所以市長對於這個預算順利過關有信心 那我們對採購方面也有信心 今天如果中央政府疫苗買的足夠 今天大家打疫苗都沒有問題 根本不會有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我們也是請我們的 醫界的專門人員組的委員會來討論說到底要不要準備 我們也是依照那個專家的意見說 還是先準備好了 因為第三劑或是說萬一有變種病毒 目前的疫苗沒有效了 還是要做個準備 那麼 如果大家對這個預防性預算這個名詞覺得不愉快的話 我可以把它改成叫前瞻性預算 看這樣是不是大家就比較喜歡 應該會兒 對這個 其實在這面 我們看到這個 搭託 我們在這面 我們在這面